明天議員 好 大家好 我們局長先跟大家做一個開場發言 然後再接受提問 局長 勞介紹 首先多謝各位傳媒朋友 我們今天公布長遠房屋策略 2018 年 周年的进度报告 稍后我们也会将周年进度报告 上载在 运输及博物局的网页 稍后我就会 隔要地就一些重点 向大家回报 至于报告里面的细节 也都可以请大家 有兴趣的话 上网看看我们的进度报告的内容 在2017年施政报告 政府是重申 政府在长远房屋策略的基础之上 是增加这个房屋供应 根据长冊的供应主导 和灵活应变的原则 我们每年是更新 长远房屋需求的推算 是将十年房屋供应目标 相应是延展 因应社会经济和市场的变动 是适时作出了调整 根据最新的推算 下一个十年期的 即是2019、20 至到2028、29年度的总房屋需求 是44万5千个住宅单位 我们因而是将供应的目标 是定在45万个单位 供应目标是较去年的46万个单位 是少了1万个 这个数字变化 最大的原因 是住户的数目增长 是较去年的估算 是少了1万2千3百个单位 事实上 政府统计处在2017年9月出版 有关香港家庭住户推算的报告里面 是已经反映了这些数字的 在那个报告里面也指出 展望未来的35年 家庭住户数目的上升的趋势 是会持续的 但是增长的速度是会放缓 各位可以在周年进度报告里面的 附件了解更多的详情 行政长官在2018年施政报告里面指出 未来十年 房屋供应目标里面的公私型房屋比例 可能是需要作出调整 长测并没有 就公私型房屋供应是设定一个固定的比例 而是有待政府考虑各方面 包括公众意见的变化 每年制定公私型房屋之间的比例 以及公共租住房屋 以及资助出售房屋单位之间的比例 自从2014年公布长测以来 我们都采用了60比40 这个公私型房屋的新供应比例 在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 我们决定将2019、2020年度起 10年期的公私型房屋新供应比例 是调整至70对30 即是公营火供应目标是31万5千个单位 而私营火供应的目标是13万5千个单位 为了平衡市民对各类别公营火的需求 在公营火供应目标31万5千个单位里面 公屋以及录表子居计划的数目是22万个单位 其他资助出售房屋的数目是9万5千个 相对于上述供应火供应目标 我们根据现时密得的土地推算 如果一切顺利如期推出作建屋之用 我们估计可以兴建到24万8千个公营火供应单位 这个数字比去年公布的 1819年度的10年期的23万7千个单位 是增加多了是1万多个单位 亦都和2019、2020年度起计10年兴建 31万5千个公屋单位的目标是有一个距离 一如既往我们会继续努力密地 多管齐下增加土地和建屋梁 包括加快土地的规划 平整和建造的工作 考虑调拨更多的属地作供应火屋之用 以及加大供应火用地的住用地职比率 务求逐步收窄供应火的供应差距 当中,政府在今年6月29日 决定将9幅 原本是在未来数年出售的 启德和安达神道的石礦场用地 是改编为供应火屋的用途 预计可以提供 约10,600个单位 作为供应火屋之用 其中一幅是为启德的用地 批语防协 用作重建和安置 受清财影响的住户 以及合资格的居民 至于其他8幅的用地 我们也决定了 防协和防伪各自用一幅 是位于启德和三幅 是位于安达神道的用地 是发展资助出售单位的 此外,为了善用供应火用地 目前在人口籌密的地区 例如港岛北面 和九龙半岛以外 供应火用地的住用地职比率 可以在规划条件容许之下 是增加最多两成的 行政会议在早前通过 容许这些供应火用地的住用地职比率 是在技术可行的情况之下 增加最多三成 前提是有关部门 是必须就个别用地 进行这个技术研究 评估采用较高地职比率的可行性和影响 而且要按程序在有需要的时候 是得到承规会的批准 发展局和运防局 亦于今天较早时间 向立法会提交文件的摘要 交代有关的详情 政府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 推展各项短中长期增加土地供应的措施 同时土地供应专策小组 亦都完成了五个月的公众参与活动 亦都正在敲定有关的建议报告 以及在年底前提交给政府参考 我们期待专责小组的建议 能够提供更多精辟的意见 令我们的土地供应策略 是更稳健和可以持续发展 至于私人住宅单位供应 即使十年目标有所调整 未来一段时间 私楼供应量仍然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事实上根据政府 截至2017年年底 大家就已经知道的属地 上面兴建的住宅项目的数目 估计由2018至2022这五年里面 是平均每年有二万八百个单位 较过去五年 即是2013至2017年度 每年平均落成量 一万三千五百个 是增加约五成的 维持私人住宅物业市场健康发展 是政府的重要火政策的目标 为了尽量减低市场过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政府是将会继续 是确保土地供应稳定 满足住屋需求 并会在有需的时候 是推行这个需求管理的措施 以减少投机需求 炒卖外来需求和投资的需求 政府会继续保持警觉 密切监察楼市动向和外围的形势的变化 由于密地建屋的需时 政府在推行长远房屋政策和措施以外 会协助和促成各项由民间主导和推行的短期措施 增加过渡性火屋的供应 舒缓沦后公屋家庭 以及居住在不适切或者恶劣环境的人士的生活困难 运房局核下的过渡性火屋专责小组 是由运房局副局长是领导 核下有五名的同事业座 包括两名的项目总监 专责小组会让民间机构 以议的过渡性火屋项目提供技术支援统筹 以及在咨询相关的政策局和部门之后 按个别的项目的需要 是给予适切的支持和配合 包括行政以及法定程序提供意见 以及协助申请资助等等 专责小组在协助和促盛 现在处理约十多个 是由不同的民间团体倡议的项目 例如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营运的社会火共享计划 位于深水埗南昌街或关内基金 撥款资助的组合社会服务计划等等 我们会在下个月向立法会 服务事务委员会 匯报这份周年进度报告 交代强策之下主要措施的最新进展 多谢大家 好,那我们提问时间 这边这位先 你可不可以讲讲你那六幅地的问题 九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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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最紧要搞清楚 早前特首在6月29日已经很清楚说了 是会调拨九幅的私人物业的用地 作供应房子之用 其中一块就是启德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将这一块土地 拨给这个房协作重建之用 也是就着一些调签或者是清拆受影响 而符合在公屋的住户申请 那这个已经有一个清楚的定案 那如下的呢 是有两幅在启德 有八幅呢 不是 有两幅在启德 有六幅在安达神道 那我们也是经过讨论呢 是决定了是将其中呢 是 两幅在启德 六幅在安达神道的地呢 就 以一天作物 就将一幅在启德 三幅在安达神道 就交给这个房协 另外一幅在启德 三幅在安达神道 交给房委会 去发展这个资助出售房屋的 那这个详细情况呢 我们到昔时的时候 会向大家是 会报的 OK 第二条问题 那边黑衣 那一只小姐 现在未来十年 你还欠了 几个人 即是 现在可以 这个状况 以及 你认识过 就是 我刚才说 我刚才说 六幅在香港 但我认识到 你为什么 会可能 是否 做小肺育 就是 好啊 首先大家都要了解的 刚才所说的九幅用地 其实它最初的规划 是作私日的住宅用地 而公营住屋的用地 一般来说 它的发展密度是较高的 所以在我们考虑到 那个规划的用途 附近的交通配套 以至是社区设施 以至整体生活的安排 我们觉得 将这八幅的土地 是用作之后出售房屋 是更为适合的 那 主要你说 我们说的是 未来十年那个 公共的需求 或者供应 是说了四十五万个单位 那 而我们现在找到的土地 是二十四万八千 是说公共房屋 那 但实际上 我们了解到 在我们那个周年进度报告里面 都交代了很多 是土地供应的安排 包括是棕地发展 包括这个是私人土地的 土地共享计划 包括明日大嶼 包括在新界 有四个新发展区 这些都是土地供应的来源 而且呢 我们都可以在这个是规划 在那个是法定的程序 以至是建造的过程里面 加快的步伐 是尽可能 将那些火供应 提前到位的 那这些都是一个处理的方法来的 OK 下一条 那边 黑色jacket 这位男士客 有个商业的记者人 的问题 其实 在私楼方面 见到 十年 十三万五千 首三四 就要做到九万四千 是否代表 四年之后 那些私楼总体 还会暂时 都可以 无比 无比 更多 另外一条问题 沙中线的问题 是 那些消息 政府会否这么认定 对市政质素 是暂时的体验 都可以 或者容许我先回答 沙中线的那些稍后问 好吗? 我不会走的 我想 就是说的是 这个私人的住宅 那个供应 我们说的是 十三万五千的单位 那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未来五年 是说的是 一二零一八 到二零二 这五年 我们说的是 每年 我们估算 因为以前的土地 那个批住 以至是 土地盆 已经是动工了 那么我们理解 就是 平均每年都有二万多的单位 是会落成 那么 在这个前提之下 未来十年那个 是 供应量 我说的是十三万五千 所以我们提到一个说法 是相对地 是有个道理 但是 政府也会就着 十年长冊 每年进行一个检讨 的 我们会看回当年的经济 住屋的需求 以至市场的变化 是适当的 是作出调整的 所以我们讲的 那个情况 是今天 我们估算 未来一八一九 到未来十年 那个供应的情况 所以 刚才你那个关注 我们会是每年 也都会是紧密留意的 OK 至于沙中市 我们最后才回答 我们主要是集中 房屋房的问题 先 这位 我想问回 你刚才说的一些 新的工技类员 例如大鱼 或者是中的 其实可能 十年都搞不完 这个时候 全体的公益处备 是否 其实只有房子 即是政治工具 就是做的 因为我想问回 提高的公益处备 的地址备 也好 是否计过 有任何单位 可以做出 你刚才说 就是说 我们在说的公益房 我们在说的未来 是在说的是 31万5千个单位 那 你担心就是说 我们的落差 比较大 会不会是 只是 只有房子做不到 但是大家可以明白到 我们其实在 周年进度报告里面 也交代了 土地拓展的安排 包括是 我们过往 到现在都在做的 就将210屋的 土地 改划作为 是供应住宅用途的 其中有一部分 已经完成的工作 有部分的工作 也都进行中 在那个文件里面 已经交代了 我们讲的 已经改划了的土地 是可以提供到 大概21万个单位 那 除此以外呢 其他土地的来源 也都有适当的交代 所以我们讲的是说 就着未来十年 45万个 是住宅单位的供应 供应的部分呢 虽然我们今天 找到的土地 只可以见到 24万8千个单位 但实际上 我们未来 那十年里面 会继续找地 继续会是透过 譬如说 那个是供应货 那个是注用地积比率的增加 亦都可以提升 那个是楼宇供应单位的数目的 那我相信在 如果得到社会 以至地区的支持呢 我们都希望 尽大 的力量呢 和尽快加速呢 去加大 那个供应货的供应 有没有英文 提高地积比那里呢 提高地积比那里呢 我们今天就说不到的数目 因为都是早前是通过这个安排 那最重要的 我们都要明白就是 新的土地呢 在规划的过程里面呢 那个弹性会比较大些 因为就着那个地区的规划 交通配套 以至一些社区的设施那里 可以互相做一个协调 但是如果我们说在现存的 或者是已经建造的公屋单位呢 基本上呢 那个限制会多些的 我们需要是按着不同的屋邨 甚至不同的项目呢 去做一个是检视 看一看按那个是 土地的规划 附近的那个环境 以至呢 是整个地区那个民生的影响 然后做一个决定的 多谢您的关心 我们在这方面会是特别留意的 好 请请请 就关于那个增加地质比较问题呢 就局长解释了 我们现在是不可以阻挂估算的 那因为通过这个生涯政策呢 就不是说自动呢 每一块地 必然可以增加到上限百分之三十 我们一定要每一块地呢 去做个技术评估 确定呢 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有些土地呢 还要经过成规会通过呢 才可以得到的 那我们要做这个程序 但其实这件事不是完全新的 2014年的时候呢 政府通过了政策呢 将这些土地 住宅用地呢 是可以增加地质比最多到百分之二十 那在这几年来呢 公私营的房屋加上呢 是增加了压外房屋 三万六千个 其中二万一千个呢 是公营房屋来的 那有了你的经验呢 相信另外再额外 给多百分之十 这个地质比呢 我们同样地 是应该可以增加一些单位的数量 不过要每一个地盘 做了技术评估才可以确定得到 OK 我们下一条答一条英文问题 是 计划 我优优秀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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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d to the land that we have ascertained as of today but there are many options that we can pursue for example the increase in residential plot ratio for public housing sites this is approved by the EXCO and we have also submitted relevant paper to the housing panel of the legislature okay this is one and the second one is about the reallocation of land which is currently being allocated for private housing could be changed over to private housing in fact in June this year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reallocated nine parcels of land for that purposes and thirdly we can speed up the process like the statutory zoning planning and associated statutory processes and also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so that we could make those public housing available more speedily and on top of that we are also having the opportunity of having new development areas in a new territory and also those far sighted options which is going to be considered and to be report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by the land supply task force and hopefully all these would put together options and arrangements that we can fund sufficient land for private housing and also for private housing thank you okay next one is 30 is 40 to 40 反而捕上去 因為首次股可能已經去之後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你最新的數字 在公營地質比可以折高到三成的時候 其實很坦白 現在公屋的層數都挺高的 其實是否政府無計可才找不到地 所以其實沒有辦法才會折高 最無奈的辦法 因為你要考慮周邊的環境 其實如果成功過 評估你如何去填那六萬幾個朋友數 謝謝 謝謝 首先我回應公營火屋的關注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房委會 尤其是我們房屋住 房屋住 房屋住 沒錯 房屋住 他的年報 你會留意到我們的同事 是住在公屋居民的那種關顧的 首先他們會看一個我們叫項目的地盤 跟鄰近地區的關係 出入的聯繫 以至微氣後的分析 甚至建設的過程裡面 如何減少對附近居民的影響 以至日後搬進去居住的市民 他的採江 通風 甚至 他居住的環境的影響 包括噪音 其實我們的同事在這方面 是很有這個原則 還有很有專業的態度的 有些時候我們說可不可以在這裡 整個插針樓呢 我們同事說這個不適合的 因為為什麼我們考慮到整個屋邨的環境 住在居民的那個需要 所以基本上呢 剛才我們說 我們雖然在公共屋邨的土地裡面 可以將那個住用的地積比率 增加到三成 但實際上我們在實行的安排裡面 是會非常小心專業去處理的 亦都不會造成剛才所說的情況 所以這個你要放心 至於私人住宅的方面 我們見到 現在市民是對住屋的需求很大 而且社會甚麥節 很多的人士 都是表達了供應房的需求 是非常之多 我們看回我們去到今年的九月 是在輪候公屋的家庭 是說有十五萬二千個單位 我們叫計分制那個 是說有十一萬多 加上接近是二十七萬個住戶等候 那變成我們怎樣可以令它們輪候的時間 由五點五年 是說一般的申請家庭 或者二點九年 是說這個是計分制那個 2.9是說老人家的那個 下長者的那個 那我們變成了怎樣可以讓他們盡快可以上多樓 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處理的 所以我們將供應房的比例加大 回應社會的住屋的需求 至於私人方面 你亦都說得很對的 我們未來是十三萬五千個私人住宅單位 數字上相較之前 是那十年的推算是十八萬個單位 是似乎是少了四萬多個單位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回未來五年的供應 我剛才說了 是每年平均是有超過二萬個單位 我們說的是未來三至四年 是說有九萬多個單位會出來的 那麼這些供應它是實在的 會是來的 所以我們見到在短時間內 那幾年的時間裏面 私營樓宇的供應是不會突然間少了 而且這個供應是較至以前 平均每年一萬三千多個單位 是多了百分之五十的 所以你總括來看 一個長遠一點的角度來看 私營樓宇的轉變 我們覺得是健康的 我想找到二十幾萬 其實算了什麼單位 他們找到的 其實算不算是肯定高球場 還有Dragon 我們這樣說 剛才我們說是二十四萬八千個單位 已經找到土地去興建 其實就並未考慮到 這個是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他日後的建議 當然啦 如果土地供應專責小組 他日後有一些精闢的建議是可行的 亦都可以讓我們在短、中、長期 盡快推出有關土地的增加的話 當然這個有幫助 我們最後兩條問題 那邊牛仔生氣了 很多次就是過度性房屋 現在都做了一個選擇小組 會不會將過度性房屋 放到一個公益局那裡 有沒有想過呢 另外就是會不會公益機構 譬如黃碧 也都是有機會主導一些過度性房屋 會不會交換一下 過度性房屋 顧名思義都是一個過度性的安排 因為在現界政府 甚至我們房委會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我們是會盡可能去開拓 去尋找一些住屋的用地 盡快和盡量去建設這個公益的房屋 是給市民去住用的 那只不過在我們密地需時 建屋需時這個限制之下呢 我們就透過過度性的安排呢 是用一些住在劏房 甚至是不適設居所的市民呢 他的份量是得以舒緩的 那麼在這個前提之下呢 我們就是基本上呢 是抱有一個非常開放的態度 因為過度性房屋呢 是有很多不同的安排 也都有不同的構想 我們希望呢 是讓這個是民間力量呢 是尤其是志願性的團體 是有心的團體呢 是盡可能發揮它的創意 我們的角色呢 就是就住民間的團體提出的意見呢 如果是覺得是可行的 也都是合乎一個是實際 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水平的話呢 或者一個標準呢 我們盡可能提供一個協助啦 是促成啦 是就一些是法定的程序啦 行政那個安排啦 以致呢 他申請這個是遵助的方面呢 去讓他們達成那個工作的 那麼在這個前提之下呢 暫時來說呢 我們的目標 你問有沒有目標呢 其實越多越好的 所以變成了一個新生的事物呢 我們也不可能在短時間有一個目標在這裡 那麼我也都在這裡趁個機會講一講 因為呢 在香港那個住屋 需要這麼緊迫的時候呢 我們都希望呢 是我們的房委會 以致房屋處呢 他們是著眼 是著力於是建設 這個是公營的房屋 包括是出租的單位 以致是資助出售的單位 讓市民居有所安 而且是一個長遠永久的解決方法 過渡性房屋是在現有的安排裡面呢 不能夠短時間解決一個過渡性的安排來的 我們最後一條問題 我看這位 在這方面 你也說已經有很多土地的 即密地的措施在做 但其實會不會真的用場圈來考慮 究竟將地是主要用來做出租公屋先呢 就是會不會其他綠置居 甚至你首次的部分地 可否解決了輪候上樓的住戶方面的雖然呢 陸自居 我相信我們在議會 甚至應師兄和我都在很多場合 都重複解釋了 陸自居我們的歸類 就是屬於出租供應貨的類別 為什麼呢 陸自居雖然我們是滿足了市民的那個是置業 是上樓的那個期望 但是同一時間呢 它是不會減少出租公屋的那個數量的 因為可以購買這個陸自居的市民呢 只有兩類 第一類呢 就是他住在公屋裡面 第二類呢 他已經是符合了 是在排輪候公屋 他已經是符合了最後的那個審查 而且是在等候著他上樓的時候 所以變成了 無論他是住在公屋 或者是在輪候著上樓 符合上樓資格的市民也好呢 他構置了陸自居呢 其實 他是住著的公屋會是 交出來的 他在輪候著的公屋 也會讓他後面的輪候的市民上樓 所以基本上陸自居呢 是不會影響 市民是 想出租公屋 上樓這個這樣的時間的 數量也不會影響 但是同一個安排裡面呢 我們就可以滿足到 有部份市民呢 他是自治物業的那個是訴求的 我們最後回答沙中線的問題就完結了 那或者局長說一下沙中線 好 沙中線 各位朋友 我回答你的問題了 我都記得的 沙中線 我都希望在這裡要從新講一講呢 港鐵公司聯同政府呢 是有一個呢 是大家都確認的 是一個我們叫做全面評估策略的建議的 這個全面評估策略的建議是包含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去審視所有的圖則 包括設計、施工和建造細節的圖則 去確認呢 是在紅磡站 這個連續場和這個層板的結構的實際情況的 在完成了第一階段的調查之後呢 就進入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呢 就包括了在二十四個地點呢 去進行一個開作的工作 這二十四個地點呢 就是講在第一階段裡面呢 是無法確認 它實際建造的細節的情況之下呢 需要鑽開這個石市呢 去確認它的建造細節的 這個是第一點 而且呢 就在東西走廊裡面呢 也都會找出二十八個地點進行開作 去做一個我們叫做抽樣的檢查 以及呢 在第三個部分呢 就是在這個南北線 也都找出二十八個點出來呢 進行這個抽驗的安排 那麼我們完成了 二十四個點 加上二十八個點 再加上二十八個點 就是八十個點的那個開作石市 是總共要進行最少一百六十八點 那個是抽驗的結果之後呢 我們就叫做完成了第二個步驟 然後呢 我們就進行第三個步驟呢 就做一個技術的分析和研判的 就是就住我們在第一階段 然後才可以確定呢 紅磡站裡面的連續場 和層板的設計 建造和實際完成的那個細節 是否是對那個結構安全有影響 如果 如果而已 如果是發覺有影響的 是有什麼的加固工作 可以進行 讓這個站呢 是繼續運作的意思 好不好? 那麼變成在目前來講呢 大家都知道 在現場仍然進行著這個開作石市 那個是檢視的工作 而有關的數量也是一個開始而已 我們講的是超過一百六十八個的點的嘛 那麼現在我們講的是 早前我們的同事呢 已經是發了這個新聞公告 就著發公告的時候呢 已知的五個點是交代了有關的數據 我們的同事也都會跟港鐵公司緊密聯繫 日後 即是稍後呢 我們有新的開作石市的點 已經確認了有關的情況之後呢 我們會適時向大家發佈資料 讓大家呢 盡快得到有關的數據 OK 謝謝